美國大選進入的最後關鍵倒數 誰能搞得定美俄烏的戰局呢 最近網路上有一封流傳的副文意外曝光了烏克蘭F6 極可能又擊落了俄羅斯的第二架的蘇凱34 現在更傳出了決戰關鍵的終極武器 美國戰俘徐飛彈可能送進烏克蘭是真的嗎 會不會逼出普丁的核戰報復呢 戰況的確讓普丁一籌莫展 過去他的轟炸機外交 行至有人的圖160出房形成零食喊咖 為什麼 俄烏吃緊 俄羅斯根本自顧不暇漏 事實上川普跟賀錦麗啊 在過去這個在選舉的當中 不斷針對俄烏的這個戰爭未來的發展 都有提出他們的這樣一個說法 但重點第一個當然是烏克蘭買不買單 第二個是俄羅斯聽不聽你的啊 現在問題是喔 如果按照這個所謂的國外 在這個評估整個普丁啊 跟美國總統之間這個關係啊 發現到未來無論是誰入主白宮 都沒有跡象會顯示出來說 俄羅斯的這個普丁啊 願意走上談判桌欸 怎麼會 欸 川普不是鄧廷恆說 他跟普丁是bodybody 有辦法請他上談判桌 俄烏在這裡簽下了和平協議嗎 我認為當然俄羅斯在這個部分呢 也不會讓外界認為就是說 我就是壓保你啊或壓保誰對不對 他沒有必要去介入這件事情 可是呢大家就會關心啊 就是說如果今天啊 普丁啊未來就是說 因為他接下來也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美國的整個動向 會影響美國會不會支援烏克蘭啊 但你知道嗎 現在這匈牙利的總理就講說 如果川普未來贏得大選啊 歐洲將需要重新去考慮 援助烏克蘭的這個事件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歐洲事實上在俄烏戰爭裡面 許多國家也面臨兩難的一個局面 我要打下去還是要抽腿呢 對啊 那我如果幫助這個所謂的烏克蘭 那俄羅斯對我會不會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你看喔 匈牙利總理就講說 因為呢 歐洲沒有辦法獨自承受 這場戰爭帶來的負擔啊 這是我講的 他已經好幾次說 今天如果我當選 我要你們先和平協議別再打了 美國要抽腿了耶 那還有哪一個小弟自己要往前衝呢 那這如果全部都抽的話 可能對於這個澤倫斯基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而且還有一個呢 事實上你如果注意到川普的負手啊 范斯 他曾經講過說 對美國來說 台灣比烏克蘭還要重要 所以呢 如果川普在這個部分 對於烏克蘭的援助 有一些這個調整的話 那對於台灣會不會也有些影響呢 那俄烏的戰場是不是讓普丁 現在陷入了極為膠著的情況 你來看到 行之有連的轟炸機外交 居然臨時喊他 背後透露了什麼訊息 其實俄羅斯啊 在過去確實有一個傳統 就是說啊 他會派出他們這個轟炸機 圖160啊 到一些的國家進行這個所謂的訪問 那當然啦 事實上對於畫面上面 這個所謂的圖160來講 他當然是俄羅斯啊 整個這個國力的展現之一嘛 可是問題是啊 他本來預定在上個月底的時候 要訪問南非啊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件事情呢 居然臨時被取消 那其實外界在問說怎麼取消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是計劃延後 但是延後之後呢 到什麼時候抵達 也沒有新的一個說法 所以外界就認為講說 你今天俄羅斯這個所謂的圖160啊 之所以沒有前往南非 是不是遇到一些狀況 以現在俄羅斯整體上面來講 他有16架的這個所謂的 13架的圖160啊 可以擔任戰備論務 但問題是呢 如果你在扣掉這個所謂的 他的這個測試階段或什麼的話 很有可能會導致說 俄羅斯整體在轟炸機的數量上面 有受到一個限制啊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今天在派原先計劃 兩架的圖160到南非去的話 那這個可能對於俄羅斯整體的 這個軍事的調度上面 會產生一些的這個困難啊 所以呢他的這個型 這個這一次的這個轟炸機外交 居然在沒有明確的狀態之下 就這樣被推延欸 還有另外一個觀察指標是 從俄羅斯全國的榮光 民族榮耀之所在 驕傲之所在 就是他們的隱形戰機 蘇凱57 在這一次的俄烏戰場 他是立下了漢法功勞 是英雄嗎 還是狗熊 你如果要看這個蘇57啊 不一定要到這個所謂俄羅斯去看 因為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就是在中國大陸舉辦的 這個叫做珠海航展啊 那這個蘇57呢 其實他已經在這個地方 進行所謂的轉場 那結果外界就發現到 這次珠海航展 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呢大家認為說 所謂的蘇57是最新一代 我們認為叫做西方叫五代戰機 那如果再加上 中國大陸現有的殲20 還有殲35A的話 等於是呢 全世界目前有五款的這個隱形戰機 有三款都出現在這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珠海航展當中啊 那所以外界就認為講說 你進行轟炸機外交 可能要展現國力 可是你出現在航展 我跟你講在航展的部分啊 通常不會只有單純靜態的這個展示 他一定會進行所謂的飛行表演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國外很多買家 潛藏買家 都會在這個所謂的 航展這個地方出現 所以呢是不是代表就是說 你俄羅斯有意啊 透過讓蘇57去參加 珠海航展的部分 能夠拼這個所謂的外銷訂單啊 那如果蘇57這麼飛天鑽地的話 你就好好的用在俄羅斯戰場 痛打烏克蘭啊 可是這裡面事實上也有一點困難 就是我們其實目前並沒有看到 蘇57啊 實質投入到戰場上面去 可是大家過去就是說 沒有啊 我在俄羅斯戰爭裡面 好像有聽到蘇57啊 被那個K壞的這個記錄對不對 其實當時是傳說 俄羅斯的軍隊事實上在轟炸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這個機場的時候呢 好像有一架這個靜態停放的這個蘇57啊 很有可能是被這個所謂無人機 在進行攻擊的時候給擊毀啊 但問題是呢 如果你今天說靜態的時候被擊毀 是以為是你要是飛到空中 被人家K下來的時候 對於俄羅斯最驕傲的 新一代的隱形戰機來講 他的性能很有可能就這樣被遭到質疑啊 另外一個讓普丁臉上無光的是 網路上最近流傳了一封副文 這個副文意外洩漏了是不是烏克蘭的F16 擊落了第二架的蘇凱34呢 事實上這個傳言來講 對俄羅斯來說他一直不願意去證實 就是因為這些都是他現在在外銷上面 非常主力的一個戰機啊 可是你剛剛提到這個副文啊 確實讓外界就質疑講說 你今天是不是烏克蘭軍隊拿到F16之後 他的戰力增強到可以把這個所謂的蘇34這個戰機啊 把他給擊落 而且之前才有一架被擊落的一個狀態 結果現在外界就發現到說 事實上各型的戰機啊 在不同的空域的部分 他能夠發揮的性能真的有時候會受到限制 比如說以唐大的這個蘇34戰機來講 他的機動性能其實就比較弱你知道 再加上他整個座艙這個配置的部分 會導致他的這個所謂的飛行員 比較難看到後方的視角 所以我如果在這個所謂的戰機啊 之間這個進行空中搏鬥的時候 很有可能他比較難去擺脫對手戰機的這樣一個獵殺 而且你的對手是狗鬥之王F16 你怎麼甩的掉呢 是啊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F16他其實本來就以性能啊 還有他的這個高速的靈活性為主嘛 那以蘇34戰機來講 因為他的這個飛行員 他居然是並列式的雙座戰機啊 所以代表兩個飛行員都在同一個平面上面的時候 你就很難啊 就像其他我們這種看到就是說 我在很多地方都能夠比較觀察到 敵方的一個動態的這個狀態之下 所以俄羅斯啊 現在到底在空優的部分 能夠掌握到多少 事實上也是外界非常質疑的 好 我們再給大家看到這幾天 大家正在討論這個年輕的這個臉龐 這是台灣的志願兵吳中達 他到烏克蘭加入烏軍去攻打俄羅斯 結果他在戰場上他離職了 那這件事情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 烏軍在接受抵抗的過程當中 目前也遭遇逆風了嗎 其實我們過去看到說烏克蘭軍隊 好像在攻打這個俄羅斯的時候 感覺他的地面部隊勢不可打 可是這一次這個吳中達戰死的這個消息 傳回到國內的時候 確實也讓大家外界關注到就是說 你這個烏克蘭軍隊在地面戰的部分呢 是不是呢 也如外界以前的預期認為說 俄羅斯軍隊已經沒有辦法戰那個戰鬥了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這是吳中達他在生前的時候呢 所留下的一些影像 而且透過他有跟他聯繫的這個牧師 他就公佈說 這個吳中達之前傳給他的訊息 他其中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吳中達事實上他所負責的 不是在第一線的最前線的這個戰鬥部隊 他基本上是負責比較第二線的這一塊 那結果他說他在外出的時候 已經發現有些這個 他的戰友在開始挖戰壕了 那你想說挖戰壕這個什麼意思你知道 因為基本上挖戰壕代表你是比較防守型的一個 一個態勢 結果他就講說這不是一件好事 代表前面我們已經守不住了 而且你知道嗎 這次他殉職的罹難的過程當中 是因為他在執行所謂的夜間偵測任務的時候 遭到俄軍投資手榴彈炸死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這個訊息 其實突如是什麼你知道 烏克蘭跟俄羅斯軍隊已經進到 可以用這個所謂的手榴彈來互相攻擊的時候 距離的肉搏了 所以所謂的第一線跟第二線 可能現在在俄羅斯戰場上面 已經沒有那麼明顯的界線了 豪鉤不是躲在裡面就安全了嗎 怎麼會在那個地方定生死 變成了萬人種了呢 可是你光看到像剛剛烏克蘭軍隊 他們現在面臨到俄羅斯 非常大規模的這個轟炸的時候 以豪鉤戰上面來講 事實上這已經到近身肉搏了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他們的豪鉤挖得非常非常淺 你看他前面的這一個人 是不是剛才往前趴下來之後 立刻就倒下來 因為事實上他還在提醒後面的人 講說你要注意喔 我們前方就已經有 這個所謂俄羅斯的士兵 結果沒有想到他剛提醒完之後 自己就在這個豪鉤裡面殉職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得到 哪來的炮彈 他撞彈了嗎 而且你其實實際上仔細看那個畫面 事實上並沒有大規模的轟炸 還有可能是前方 也有這個所謂俄羅斯的士兵 事實上就已經 瞄準他 對 就已經知道你這個地方是有豪鉤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軍隊 目前已經進入到 這個所謂的短兵交接的一個狀態 所以對於烏克蘭來講 我能夠耗損你俄羅斯的士兵 我能耗損一個就是一個 你看網路上面也看到喔 烏克蘭軍隊這個所謂的第八獨立特戰團 他們當時在庫斯克進行滲透行動的時候 也有一個狙擊手就在畫面上面你看到了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他應該是開了所謂的紅外線的部分 去徵收所謂的前方的這個提琴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個狙擊手居然在一個短短的出勤的時間裡面 殲滅了許多的這個所謂的俄羅斯的這個軍人 可是我們也從這個地方你就回來看 就是說對於俄羅斯來講 即使我現在這個已經進入到短兵 短兵交接是吧 我還是不惜一切的代價 我用大規模的這個轟炸的方式 希望能夠取得戰場上面的這個勝利 你就可以看到俄烏戰場到目前為止 其實已經進入到非常險峻的狀態 好今天我們看到了壕溝分秒定生死 記得嗎幾天前 北韓士兵真的變炮灰的那個地點 生死的現場就在壕溝 唯一一個幸存終於出來 他居然說普丁騙了金正恩 害我們送到上這個戰場去變炮灰 這是怎麼回事 俄羅斯現在然後他整體的這個 兵員的狀態是怎麼樣 其實外界都非常好奇 不過呢在最近的時候 北韓的這個外交部長前往這個莫斯科 他甚至提到了說北韓跟俄羅斯的友誼 已經到了什麼 肩不可摧的軍事戰友等級 那這個當然會被外界解讀就講說 你那個北韓是不是會不斷的採用軍事援助 甚至用人力援助的方式 去協助所謂的俄羅斯 不過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之前傳出有北韓的軍隊 上戰場去幫俄羅斯打仗 團兵耶 現在開始有這個訊息出現了 為什麼 事實上就有這個生還的這個北韓士兵 他就講到說 他們其實沒有受到一些什麼現代化訓練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旁邊有一架無人機 這個士兵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無人機的時候 居然順手拿起旁邊的這個石頭 想要去丟這個無人機 結果一瞬之間 你看無人機感覺好像被他K下來對不對 你看他把他打下來 他以為沒事了 這要去查看的這個當下的時候 沒有想到你看他往前走個一步 兩步 三步 馬上就爆炸了 所以大家就會發現到說 你今天這個北韓這邊 原先是講說 我可能是要軍事支援你到二線 現在反而被派上第一線去的時候 所以才會有這個所謂的生還的士兵講說 你今天普丁根本騙了金正恩 我們都是來這邊被你當成炮灰的 進入最後倒數了 攸關全球局勢未來四年的情況 還有牽動你我荷包的美國大選 進入最後倒數 順利的話 再過48小時 新的白宮主人即將揭曉 何吉利目前看來全國民調是領先 但川普在五個搖擺州是為戰上風 兩個人民調都在誤差範圍之內捲麻花 這幾十年來最難預測的大選 任何的風吹草動 可能都有逆轉的可能 你來看看現在居然全美在熱議 這一隻松鼠 他可能成為逆轉選情的關鍵 為什麼 對沒錯 目前為止 現在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不到48個小時時間之內 就可以揭曉未來獲得這個白宮勝選的人 好 那目前為止根據全國的民調來說的話 賀錦麗在全國民調大概是約莫也48.9 領先川普的46.9 但是我們因為呢 美國不是比這個普選票 美國補的是各州各州的選舉人票 那目前為止主要看幾個搖擺州 目前為止川普在賓州 內華達州 北卡 喬治亞 還有這個亞利桑那州 五大搖擺州獲得微斧的領先 那至於賀錦麗只有在威斯康辛州 跟密西根州微微領先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其實全國民調對賀錦麗有利 但是搖擺州民調對川普有利 還是一個捲麻花的這個態勢 好 那我問你 你這邊提到的賓州 我們上個星期就說得賓州就得天下 所以在賓州川普如果拿下的賓州 不是聲勢大好了嗎 對 沒錯 所以兩個人呢 最後的決戰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賓州這邊做一個決戰 為什麼在賓州呢 各位我們在美國的這個地圖來說 賓州在這個位置 好 賓州大概是什麼位置呢 美國的中西部啊 大部分都是屬於共和黨州 然後美國的這個東部大概是屬於民主黨州 他剛好就在藍州跟紅州中間 所以他過去都是個搖擺州 但是因為他佔有19張的這個選舉人票 所以等於是說這19張會決定 白宮誰勝誰負的一個重要關鍵 好 那他為什麼重要呢 第一個 他是拜登的故鄉 所以在上一次的總統大選年 拜登把他翻轉過來 在2016年的時候其實是川普贏的 但是在這個40年前他翻轉過來贏了 好 另外一個就是川普第一次不是到這個 造勢的時候不是遇刺嗎 那時候也是在賓州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賓家必爭之地 那因為選舉的這個結構比較多樣 我們就講嘛 美東都是大都市 然後中西部都是農村 那他剛好有大都市也有農村 兩個大都市一個是廢城一個是屁之堡 那又有非常多農村 然後又有非常多工業 有製造業 業員有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以這個所謂的 經濟選民當成最高的考量 所以他其實都是往往都是變成是 影響美國全國選舉的重要關鍵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美利基共和國這麼大 如果有一個所謂的章魚哥的州 就是賓州了 對 那如果有一個章魚哥的這個縣市來說 就是賓州的這個伊利俊 為什麼 他從2008年以來25次的這個全州選舉中 有23次選出來的候選人 都變成是最後的勝利者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這個所謂我們每次選舉 台灣也都會拍什麼天玉黎雞 他也是一模一樣 對 那如果假設這一次選舉 因為大家都說會非常緊繃 如果真的繃到後來 兩個人選舉人團票平手的時候 可能就要由眾議院選出 如果進入到眾議院選出的話 那大概就是川普會獲勝 因為目前為止 眾議院是掌握在川普的手上 好 那我們講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美國的選情緊繃 你看看美國現在極度或是非常擔心 發生事情的人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你看極度擔心選後會發生暴力 或是說發生一些這個企圖推翻選舉結果的人 都非常多 你看都是四十幾%以上的人 那有點擔心你看加起來的話都是七成以上 所以這次美國呢 他們司法部有跟全美國27州 有86個司法管轄區派遣監票員 因為怕那些所謂選情緊繃的地方 萬一有個風吹草動不行啊對不對 然後監督範圍是二十年來最大 然後共和黨還啟動所謂的選舉誠信 因為他們都批評說民主黨會做票 然後訓練了23萬的這個監票員 所以你看監票人這麼多 也暗示著選情相當緊繃 那除了選情相當緊繃之外 民眾也相當的緊張啊 而且可能這時候會有很多暴力事件啊 像加州城區有一個男子 他說我在家裡面掛一個川普的旗子 結果沒想到我被鄰居打啊 哇這個地方是賀錦麗的本命區欸 對那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事實上本來鄰居旁邊是掛了賀錦麗 那後來他的旗子不見了 不見他就以為是你這個掛川普的旗子 所以他就打這個掛川普的旗子 所以你看其實事實上不只我們緊張 全美國也都是相當緊繃的一個態勢 所以那個民調都在誤差範圍內纏繞 一個插槍走火可能就會翻轉選局了 選情了 你看全美在討論什麼 居然在討論一支沒有投票權的松鼠 對我們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進入不到24個小時的投票 所以他們任何一個風吹槽都會影響到 這個最後的決勝關鍵 那就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的范斯 他在北卡州 北卡州也是一個搖擺州 他就說川普在北卡州的路上問他說 伊隆馬斯克所提到的松鼠發生的事是真的嗎 然後范斯回答說恐怕是如此 所以變成是他居然在講這個 趙市長講這個 那這隻松鼠發生什麼事 對好那主要是這樣 因為美國有一個這個動物救援機構 他就由這個機械工程師朗哥所創立的 然後他就養了一個門面大使 就是這一隻松鼠 那松鼠問題是在美國裡面來說的話 松鼠跟網友是不能夠養的 那尤其是很多人就說 最近不是美國發生一些所謂禽流感的問題嗎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沒想到前幾天的時候 美國這個紐約州有四個部門 加上法官簽署搜查令 大局的進到這個朗哥家裡面 把這隻花生的帶走了 那這個花生帶走的時候 全美國都這樣注意 因為他第一個他是 就動物救援單位的門面嘛 然後你看他在花生在IG上面來說 他有粉絲啊 他有60萬個粉絲啊 你這不是得罪這60萬張選票了 對啊 問題是你是野生動物 你是不能在民宅裡被煥養的 所以也對啊 是沒錯 法律上是這樣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看 他有2萬的網友說 你不放過他一碼嗎 說說我們不要這樣做嘛 特色平安對不對 就沒想到呢 這個市主說呢 不好意思我們很痛心的告訴大家 花生被帶走的時候 已經被撲殺了 天啊 60萬粉絲過去七年來 對 都在追蹤花生這麼可愛的網紅松鼠 是 我就問過去幾年你不抓 對 選舉前的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給我動手 所以就變成是 大家在以這個當成是個藉口 在那邊互相操作嘛 是 因為馬斯克就說你看政府過度干預了 綁架一隻孤兒松鼠 還把他處死 然後還說他是無情的殺人機器 所以等於是撿到槍 就炮轟這個川普這個拜登政府 當然 形同來跟對賀吉利開槍 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搞不好松鼠花生 這會影響最後選情的變化 好 觀眾朋友 順利的話 再過48小時 美國白宮 將會知道他的新主人是誰 那直接牽動台灣投資人的是台積電 未來的命運會拽在這個人手上嗎 川普 我們看到了台新進的首席經濟學家 李正宇他預告說 台積電技術上已經過關斬將 半導體的三道極限都被他跨越 不過眼前還有這一坎最大的挑戰 反而是川普 只是川普嗎 還是說不管誰選上 其實美國都越來越川普化 對沒錯 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當然對台積電會非常大的影響 那這個台新的首席經濟學家李正宇 就是說台積電已經跨過所謂物理的極限 就摩爾定律 然後商業的極限就優化這個光照 然後還有經濟的極限艾斯摩爾 所以目前看起來 他未來只會往越來越強去前進 那當然了 尤其是目前很多外資的報告 在看選後 那大謀就說台積電計畫漲價 那山奈米要漲到5% 那COAS要漲到2成 所以看起來 明年業績還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即使是川普當選 他要對台積電科所謂稅 但問題是台積電可以轉價 因為目前為止 他是唯一的這個市場的供應者 對 那我們就講 這最近剛好美國在公佈財報 所以美國的四大AI公司 包括說像亞馬遜 包括像微軟 包括Meta還有Google 他們決定在從今年的第四季到明年 都要大局的投資所謂的資本支出 所以等於資本支出大報表的時候 我跟他講 他們資本支出大報表會買 輝達晶片 那輝達晶片是誰做 台積電做 所以還是會對台積電好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是你看 2024年的第二季 台積電的代工市場 市場率來到62.3% 已經遙遙領先 這個三星已經降到這個16%左右的狀況 那尤其是3到5奈米的這個先進製程 占市場的92% 所以是獨拿 所以你要說誰 不論誰當選 全世界的先進製程 只有台積電有 並不是說川普說要瞌睡 問題是你瞌睡 你的替代方案在哪裡 沒有 除非你放棄你的AI的發展 所以你還是得看台積電出貨 臉色得台積電得天下 甚至因此台積電過去幾年的死敵三星 越看不到車尾燈 趕不過你跨越不了你 我只好加入你了 對沒錯 現在事實上目前為止 我們過去曾經在2008年的時候 曾經講過 三星有一個Q Taiwan的計劃 對 它現在不是 滅台計劃 它現在是擁抱台灣的計劃 擁抱台積電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三星電子的副會長韓中希 他就說了 55週年的慶祝活動上面說 全體高管還有員工要賭上生死 加強關鍵技術的領先地位 那尤其是因為三星對韓國太重要 它大概占整個韓國 製造業8%的這個殘資 然後韓國股市的這個市值17% 那韓國今年的這個經濟成長率2.2的話 就看這個三星能不能貢獻 三星可以貢獻到1.1 所以它事實上三星對韓國來說 相對於台灣對 台積電對台灣來說是一模一樣的地位 那問題是 過去三星可以說是高高在上 問題是它現在落衰了 好 那於是它知道是什麼 三星它在最近幾個財報會議上說 我們在HBM的上面來說 因為它落後給SK海力士 還落後給美光 它就說我們可能要跟台積電合作 那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有聽到很多三星的這個工程師 其實有到台積電去了 要做相關的合作計畫 好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在今年的第三季的這個報表上面來說的話 三星半導體的這個事業部門來說 利潤率來到13% 第二季還有23% 所以就從23%掉到13% 那同時之間 SK海力士在第三季獲利 半導體部門 是贏過三星 這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次 所以對它來講 我被SK海力士超越 又被美光超車 所以它現在只能夠 擁抱台積電 那尤其是路行之就說了 千萬不要惹到T同學 就是台積電嘛 所以看起來的話 它也只能夠 老老實實的擁抱台積電 跟台積電互相合作 尤其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AI晶片裡面來說的話 敲CPU啦 加GPU啦 然後再加上HBM 對不對 它是要整合在一塊的 對 揮打是要你一塊包給我 那台積電這些都可以做 那HBM來說當然是台積電做 對 所以SK海力士已經跟台積電緊密 抱在一起 所以現在變成是 三星也要緊密的 來跟台積電抱在一起 所以未來 已經沒有所謂的滅台計畫這件事 現在三星是要擁抱台灣 這是一個鐵 鐵爭的這個事實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台積電目前為止 在晶圓代工的市占率是63% 那這個三星是16% 落後太多 所以現在對三星來講 它怎麼辦 因為它的這個半導體AI部門 目前為止接不到任何訂單 所以傳言就是說 它的三星呢 要50%的晶圓代工的生產性 要全部關掉 那關掉要做什麼呢 它可能要做HBM 或是做一些低潤相關的這個產品 就是它要轉型 未來不做這個晶圓代工的大部分 它可能要轉型做HBM 那做HBM來說 我們就講你看 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它第三季的代工業務 虧損高達一兆 那欸 一兆它虧一兆寒還 台積電第三季是賺了 快要100億的這個 30億的美金欸 兩個差太多對不對 所以你要對它來講的話 而且中國的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又被美國打壓 那中國很多IC設計公司 過去它可能就是投單給三星 那目前為止 你未來可能也沒辦法 下單給三星的時候 那就沒辦法 所以三星等於是 它未來的訂單不如預期 那加上最近呢 Google啦 這個高通 過去是下單給三星 都跑到台積電這邊去 所以對它來講 它訂單一直在流失 那與其這樣 我就把這個產線 都給關閉了一個狀況 所以對它來講的話 它已經 我跟 我基本上可以下一個結論 目前為止 Intel是搖搖欲墜 可能在未來兩三年 美國政府沒有注資 它可能有倒閉的風險 第二個就是三星 目前為止 它在金額代工已經完全追不上台積電 所以雖然說啦 這個川普上台 或是賀錦麗上台 可能會對台積電 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但是我認為對台積電的基本面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影響的 一句話說 槍聲一響油金萬兩 現在多一行啦 川普一上黃金才萬兩啊 才說金價屡創新高 中國金氏店龍頭周大福倒一堆 記得嗎 如今居然傳出了 瘋搶黃金再現 中國黃金大媽不怕打仗 就怕川普選上啊 搶黃金避險 到底是有多怕川普 可是你說川普一上黃金萬兩 那你要看有沒有人要買 有沒有人要賣嘛 我們先來看看過去 你知道其實黃金呢 它一直在國際的每盎司 2700萬美元的高檔 在那裡徘徊 在那裡整理啊 可以說是 錢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的史無前例 黃金的一個高漲價格啊 可是如果今天金價既然漲的話 你認為中國的金氏業者是賺錢 還是賠錢呢 賺錢啊 賺翻了 賠錢 好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過去你真以為說 哇 如果物價通膨也好 國際政治局勢不為也好 所以這個很多人都會去買黃金 結果我們先來看看 為什麼他們零售業者沒有賺錢 來 周大福 他竟然零售值年減21% 而且他三個月還狂關中國145家分店 那另外一個六福集團呢 他零售值年減16% 比周大福稍微好一點 但是也是蠻慘的 門市減少76家 那畢竟周大福是龍頭啊 那像其他的周深深啊 老鳳翔啊 也是減少22家或者是35家 好 那我跟主持人報告的原因 過去中國人其實他還沒有 因為日子一定是越到緊要關頭 你才會知道那個厲害 當時他們還沒有覺得 美國大選已經離他們很近了 他們只在意一件事 我買不買得起 還有現在的金價值不值得我買 還有我到底需不需要買 那那時候中國人他們就是覺得 未來的前景不明朗嘛 所以他們都不花錢 所以看到現在金價這麼高漲 那我就乾脆不買 所以他當時不買 是因為他捨不得買 OK 觀眾朋友是捨不得買 那那些人呢 那些零售業者他面臨到雙重夾殺 第一個 我進貨成本高 然後上門的客人都看看而已 然後不然來電就是說 我把我還金賣給你 那你說他要怎麼賺錢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真的就是川普以上 那黃金要萬兩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川普要是以上 他們一定可能 第一個川普會實施高關稅 第二個川普跟中國會實施 這個所謂的經濟貿易的緊縮 問題是還有48小時投票結果才出來 你在怕川普選上 說不定是賀錦麗啊 其實我坦白講 今天不管是川普當選 還是賀錦麗當選 川普當選當然是雪上加霜 賀錦麗當選 還是有可能讓中國的經濟 雪上加霜 你敢說賀錦麗當選 就不會延續過去拜登政府 繼續的中美鍛煉 貿易緊縮跟加高關稅嗎 好 我跟各位講 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他們對未來的這個經濟體質不好 感到擔憂 所以人民從捨不得花 現在必須要買黃金來保命 招商銀行 這個在中國是四大銀行之外 這家銀行很重要嗎 告訴我 就這樣 招商銀行呢 它有零售之王之稱 也就是很多的中小企業 或者是我們講的類似台灣 比如說青年創業貸款什麼 你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招商銀行 對 就找他 所以他除了零售之稱 他還有一個叫做經濟指標 結果他不賺錢 我們來看一下 招商銀行前三季 他的盡力年減3% 我跟各位講 不要以為說3% 你說差不多要覆蓋是20% 我跟各位對金融業來講 他本來震盪起步就很低 你少的3%就少很多了 所以他的飛席收入 大家也去看一下 年減2.63% 講白話一點 就是你本來是靠放款 借貸等等 我出來利差咩 那你其他的呢 可能你有其他投資啊 你可能也有錢滾錢的啊 你可能有房地產都是 你也虧 所以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指標 說明什麼 你要招商 你招不到商 沒有人來跟你借錢 代表外面景況很冷啊 坦白講 報告主持人 昨天有人來找你借錢 還不一定還了你 你知道說就一堆呆帳 所以三大一個嘛 第一個跟你基錢的不還錢 第二個呢 你沒有什麼人來跟你借錢 你也放不出去什麼款 第三個你飛席收入 你可能其他要投資 你也不賺錢 因為房地產也不景氣嘛 銀行幾乎都投資房地產嘛 所以你去看他的負債總額 年增加起來就變成5.56% 這越來越多了 是 三月他的行長叫王良 王良行長他就講了一句 很發人省思的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剛剛黃金是從 捨不得買變成不得不買 他說按董事會的指示 過緊日子 延日子 要求降低各項成本 所以這也是形容什麼 形容民間整個投注投資的力道 幾乎按的暫停鍵幾乎休克了 那我回頭來講 相對有底氣的是 有國家力量扶持的 所謂的國營企業 相對站得穩一些吧 穩多的才怪 大家來看 中國三大國有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東方航空 中國南方航空 哪個講出來不是 下下賀賀有名 來 第一個國際航空Q3 淨利潤年減2.31% 中國東方航空Q3 淨利潤年減28.2% 這個我有沒有看錯啊 它竟然年減28.2% 中國南方航空Q3淨利潤年減23.9% 我跟主持人舉個例子 觀眾朋友會比較有感 你去看我們台灣的華航 還有我們的虎航 還有我們的長榮航 你看它的股價 是節節往上升 你每個每季都在計真 它是每季都在計減 解封了 開始旅遊了 開始出訪了 結果反而 營收大減 大家不搭飛機了 大家其實不是不搭飛機 是不想要搭 我認為我捨不得花的這個票價 花不起這個錢 對你今天如果降價我OK啊 所以你去看喔 他們其實今年疫情解封 已經是第二年了 你知道到你應該要比2023年更好 結果不是 今年夏天柯玉亮 它創上歷史新高 7月和8月 中國國內平均價格 卻比去年低17% 所以你看還是有人要去 因為解封的第二年 絕對出國的人會比去年多 大家更雀躍了 但是願意去買正常機票的人變少了 大家都只想買到打折的機票 連航的機票 所以中國國內平均機票價格 自然就被拉低水準 比去年低17% 比2019年低 還要低1% 這個所有的指標 我們觀察到的是 中國現在經濟的底氣 馬步要站得穩 真的很喘欸 另外一個更喘的會是他嗎 任正非 還有他旗下的華為集團 就是毫無疑問中國之光 你要記得 不管是川普 不管賀錦麗 整個美國都會更加的川普化 但任正非一句 華為還在掙扎呀 背後說出了什麼 不能面對的真相 我跟你講 中國現在流行議價經濟 什麼叫議價經濟呢 就是這個東西啊 現在外面搶翻天買不到 所以我比他的官方價格要議價賣 從之前的勞力士到後來的愛馬士 到現在呢 連公仔或者華為的新機都要議價賣 你知道華為呢 他前陣子不是要上市一個三折機 現在已經上市了 他叫Mate XT 就是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 你知道那時候啊 是不是賣得很好搶翻天嗎 對啊 小紅書 微信 每個人喔 有些特權人士 買到了 提早開箱啊 結果一炒 炒紅了 紅到什麼程度 我告訴你 這一支手機呢 他的官方定價大概是2萬人民幣 至2.4萬人民幣 這台幣你就抓個10萬 很貴耶 你知道那時候在很多人這樣子一個烘台啊 大家都說他好啊 大家都覺得他炫的情況下 他要議價40萬台幣 你才有辦法買到喔 一支三疊手機欸 三折手機啊 就黃牛去搶啊 黃牛去盾貨 跟周杰賢不要一樣嘛 我講個故事 有一個黃牛他為了要把貨出去 不然他虧產了嘛 結果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賣家要跟他買 結果呢他就說好吧那我們就降價2千塊人民幣成交 結果那買家已經本來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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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了 要買要購物車了 就突然那買家問他說 你是黑色還紅色 結果他說我是黑色 黑色我不要 天啊還要到選色 你以為你在賣車啊 那華為為什麼他的這個手機 最後會出現這樣子 我先跟各位講 其實華為的晶片之路真的是起起伏伏 最近有個故事 法國媒體爆料 他說 台灣有很多的工程師 只要是你認識過台積電的 像是微晶片封裝的啦 或者是在裡面當這個 甚至你可能是周邊的封測的 都沒關係 只要你跟坦積電在上面 你都會幾乎會收到你信箱裡面 一堆華為寄來的信 他舉這個例子 有個43歲的台灣工程師 Chloe Chloe就講 他說我信箱隨便去收 我就收到好幾封類似華為寄來的內容 要不然來我這裡上班啊 你隨便吸水你想啊 自己開啊什麼等等 為什麼 因為他缺他缺工程師 他缺工程師 因為他缺晶片技術 他缺核心技術 核心技術不到位 心力製程不到位 他手機的成本就會高 難怪任正非會說 華為還在掙扎呀 所以最後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手機最後還是賣不出去 人民又捨不得花錢 任正非說了一句話 就是回應看主持人 他講 他說前三季 我們的利潤下降了13.8% 到今天 也還不能說我們就能活下來 我們還在 增扎中 每選倒數48小時 誰會成為白宮的新主人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 台心晶首席經濟學家李振宇 他提出預告 在台積電成功跨越半導體的 三道極限之後 眼前最大的挑戰 反而是川普 是這樣嗎 其實不管誰選上 美國都將更進一步的 更強勢的川普化 那意味著什麼 任何阻礙美國 再一次偉大的因素 都要被排除 當然包含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股價沒在派 強勢上漲了將近2% 中國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台積電照樣如此淡定 台積電現在淡定 有一個原因 上個禮拜跌夠了 然後外資該賣的 也賣的差不多了 那現在最後倒數的時刻 尤其是這兩天 這個看起來川普到底會不會當選 又變成打一個問號 他不是自己都覺得他贏定了嗎 如果他沒選上是有人作弊 好這兩天就是非常奇怪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這個民調的數字 各位你看到搖擺州裡面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川普領先的 是 好 克爾吉利只有在哪裡 威斯康辛 略為有一點點贏對不對 是 還有密西根 好 其他幾乎都是川普贏 但是呢 賭盤不一樣 賭盤告訴你 第一個叫比特幣 對 好 比特幣居然跌了 所以大家比較有趣地說 比特幣怎麼會跌 比特幣不是川普概念股嗎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那比特幣是不是已經反映了 某些投機的風潮說 欸 川普是不是有點問題啊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美元居然走弱了 大家都認為說 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美國會降稅 好 第一個他要把他的企業稅 從25%降下來 那降下來以後 一定是大量資金回美國 大量資金回美國 美元一定是升值 對 欸 這時候美元怎麼會降呢 所以比特幣跟美元降 好 這兩件事 大家隱含著說 哎呦 不一定是川普選川 所以川哥才出來講說 欸 我跟你講 2020我就不應該走啊 好 這一次如果再怎麼樣的話 那一定有人作弊啊 所以才會有這種 輸不起的言論 好像在號召大家 對 就開始不斷的強化說 我跟你講 我們應該贏的 如果有人又要偷走我們的勝利的話 我們一定要對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氣氛越來越詭訣 但是從經濟學員的邏輯來看 他認為現在無論兩黨好 就是哪一個候選人當選 其實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都一樣就是回到什麼 這個經濟的保護主義 好 簡單說就是美國的民主主義抬頭了 川普跟賀吉利只是大小的差別 好 那川普呢 是讓你比較不能預測 為什麼 因為他都是先喊 喊一個讓你覺得匪夷所思的 這個數字也好 或者做法也好 最後呢 來 我們來談交易吧 好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面你看到川普 這兩天就在講說 他2020就不應該離開白宮 然後還有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他居然講什麼你知道嗎 金片法案我們要把它修掉 而且他因為他自己投了反對票 因為上次金片法案在表決的時候 他投了反對票 所以大家其實有點害怕說 他會不會真的把金片法案做一個掉頭 所以當金片法案如果被取消掉的話 台積電在美國設炒的這些 每年該拿的幾個億的補助 是不是就如夢幻泡影了呢 為什麼這件事情極為關注 值得牽動 你我何保我們要來看的 因為下個月 這個影響到台積電了 是了 第一片的在美國4奈米 先進製程出來的晶片 即將量產產出了 這個時候你告訴我 金片法案如果可能因為川普當選 而被收回的話 那影響至為巨大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上個禮拜 台積電下跌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 大家都說這下子怎麼辦 台積電這個不但拿不到補助 搞不好還被川普講說我當選的話 我就給他刻刻關稅 你從亞洲來的 我全部給你刻刻刻關稅 哇 那這不是影響到台積電的整個獲利嗎 好 可是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李鎮宇 李鎮宇這個分析師 這個台新金的經濟學家 他特別講了一個 他說真正的問題其實都在川普 因為台積電已經克服了物理的極限 經濟的極限 商業的極限 那只剩下川普 好 那我們就回頭 川普就算當選 真的會對台積電怎麼樣嗎 會不會 好 我們來解答 因為這個法案 晶片法案 不是只對台積電 還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叫Intel 你們自家的大哥 好 對 這是你美國自己的 還有再更重要 這一次Intel現在最大的金主 已經是被川普陣營認為 接下來很可能會入閣 甚至在這個川普的內閣裡面 去給他很多建議的人選 好 所以這些金主 基本上都是川普的金主 川普會不理他們嗎 會不理Intel嗎 不太可能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台積電現在非常重要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台積電本來在Arizona那個場 他本來只做兩個 多了一個 好 那而且現在他感覺 整個良率都已經拉上來 而且裝機速度開始加快 他的第一場 的確是延宕了很久 走得很慢 比日本慢多了 可是他第一場 看起來有突破以後 他馬上加 怎麼樣 他其實就在擔心川普上來 因為川普上來的話 事實上 台積電已經把產能開出來 全部都在美國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台積電在一場二場三場 他現在是 台灣現在是3奈米4奈米 接下來馬上全部導入到 這個Arizona的兩個場 換句話說 下個月第一片的量產4奈米 這已經是先進之前的 蘋果已經直接下降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我們跟美國應該是夥伴同盟的關係 不是拿刀砍向我的關係啊 沒錯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已經看到了這一局 所以他趕快加上 把Arizona用力把它突破過去 所以他原來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台灣的確有業績部隊 有這麼多年輕的肝 可以這樣的去生產 美國沒有啊 沒關係把台灣的人送過去啊 所以一大堆台積寶寶要在美國誕生了 對不對 那就靠這一招 把Arizona廠把它擴大 那晶片可以在美國生產 重點來了 組裝怎麼辦 因為你的組裝 組裝是極龐大的人力需求 那還好過去這三年多 整個有岸外包 有沒有大家特別講到 有岸外包 從2018年中美貿易對戰開始 就已經看到 不只台灣人開始往墨西哥跑 連大陸人都去了 所謂的有岸外包 就是相對於 讓美國偉大的友善合作夥伴 台灣絕對是的 東協也是 印度 中歐 東歐 都是美國的友善外包的夥伴 就是要去中國化 好 去中國化 可是重點去哪裡 這邊講的這些有岸外包 都離中國很近 真正離美國近的是什麼 是墨西哥 所以各位看到 真正這一大圈都在墨西哥 那這個墨西哥 可是這一次川普也有講 大家其實本來也覺得蠻害怕 他說像墨西哥這種國家 關稅我給他200% 嚇死人了 那一堆廠 當時會要吃下 美墨零關稅的紅利 才去那邊設廠 你200%你要我死啊 那不過現在大家也蠻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特斯拉也在那裡 特斯拉又是他好朋友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 他真的會對墨西哥做很用力的動作嗎 可是我們看到 事實上台灣的整個供應鏈電子供應鏈 已經在墨西哥有一個完整的佈局 而且台灣我們上週的團隊去採訪以後 發現這些供應鏈的佈局還有很重要一點 即使有關稅增加 他們也不太害怕 為什麼 第一個已經都自動化生產 第一個靠自動化 第二個他們其實已經找到一個方式 跟墨西哥人好好相處 所以可以讓他的整個成本可以降下來 所以你看到無論誰當選 對墨西哥 因為賀錦麗也有講 他說 美加末的邊境貿易的稅 我們要重新採 所以無論川普當選 賀錦麗當選 美加末的稅都會重彈 重彈真正要靠什麼 還是要靠台商本身的競爭力去決勝負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暴新聞 會繼續為大家 呢 喔 и 上面 都有 OK